M4级苹果新鲜上市 苹果核动多 苹果刀同步升级 苹果脑子啦 买了 新刀只能用来削新苹果 这是iPad Pro 2024年新款 一起更新的还有Pencil Pro 妙控键盘和iPad Air 这次最多人关心的Pencil Pro 很遗憾 和旧款iPad们都不兼容 买错了的赶紧退了吧 新款的第一印象 除了明显的薄 我觉得和我一直在用的 2018年款iPad Pro 几乎没有差别 除了横过来的时候 音量调节件是反的 这个我真的是很难习惯 我每次都按错 原来我的手会经常挡住Face ID 现在终于挪过来了 标志着iPad正式进入了 大横打时代 今年的升级是iPad Pro 六年里最大的一次硬件提升 价格也跟着涨了2000 13英寸超过1万 算上全新的2800块妙控键盘 总价14000 直逼MacBook Pro 这我要看多少句才能值回票价 那它这么贵 到底贵在哪 主要是屏幕和芯片 新的iPad Pro 11英寸和13英寸 都从Liquid视网膜 XDR 升级成了超晶视网膜 XDR 也就是Tandem OLED 双层串联OLED 普通一层OLED还不够 要两层OLED叠在一起 这就好比什么呢 极式汉堡 双层极式 GOOD GOOD 双层串联OLED可以获得接近两倍的亮度 达到全屏1000尼特 峰值1600尼特 这两个数字刚好和之前的mini LED iPad Pro持平 这暂时呢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新技术 100万的奔驰EQS用的也是这种屏幕 应该也会是以后的屏幕新标准 那实际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如果是播放HDR样片 iPad Pro 2018的LCD很容易被挑出来 它的黑色最不纯粹 高光也不咋亮 2022和2024的高光是真的达到了刺眼的程度了 而且黑色是纯黑 2024 iPad Pro表现堪称完美 但说实话 22年款mini LED的光运 在这样的样片里也还好 并不明显 如果是平常看HDR电影 三台iPad的差距就更小了 每台我都很OK 还有一个bonus是这次的新增加钱项目 价值800的纳米纹理玻璃 需要1TB以上容量才能选 最便宜的也要15000 效果上呢稍微牺牲一点锐度和对比度 换来一些防反光的效果 这种双层串联LED还有一个好处 一般OLED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是有烧屏风险 并且会慢慢变暗的 但它因为有两层 每层每次指出一半的力 整体寿命会更长 我查了一下最新的文献 有人甚至做出了6倍于单层OLED寿命的串联OLED 非常夸张 很适合用在需要服役多年的设备上 比如车的身上 总之 结论就是 它有OLED该有的所有优势 并且克服了传统OLED的劣势 只要PWM调光对你没影响 这就是一块几乎完美的屏幕 但说实话 这么强的技术带来的变化体感上真的很小 如果我不像站在家电卖场里一样同时去对比 我在实际看电影和看视频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觉得原来的LCD有多糟 睡前关了灯看视频 其实我还更喜欢这种 看起来对比度没有那么高 感觉上还挺护眼的 哦对了 串联OLED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很省电 而且更薄 这样新iPad Pro就实现了在略微缩小电池的情况下 还可以保持同样的续航 于是iPad Pro就成为了苹果历史上最薄的产品 只有5.1毫米 是Apple Pencil的一半 重量也轻了100克 拿在手里真的非常明显 它甚至比以轻薄著称的Air还要薄 但是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这就好比你获得了一次升级的机会 请选择 续航不变 机身变薄 还是厚度不变 强化续航 Tim选择了外观变化更明显更噱头的轻薄 但我是真的很怀念 多年以前iPad一周一冲的日子 现在的iPad如果接键盘办公 可能一天都撑不下来 相比轻薄这样的锦上添花 iPad不怎么Pro的续航 我觉得更需要有人雪中送点炭 如果拆开它 你会发现背后的logo是同座的 勇于散热 正是为了能在辩驳的身体里塞下一颗更强的M4芯片 只看数据 那它确实是强 但如果你问这增强的性能能干嘛 诶 那先放一放 我已经忍不住要来聊一聊这支神奇的笔 Pencil Pro 最期待这次新品发布的朋友 实际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这支笔 当然他们也是这支笔不向下兼容的最大受害者 Pencil Pro保持了和之前二代Pencil相同的价格 还增加了很多功能 笔杆上多了一个轻捏的操作 可以叫出一个菜单 笔身多了一个马达 可以提供轻微的震动触感 还有了查找功能 要是早点出就好了 因为我确实经常找不到笔 去年我就刚丢了一根 又买了一根 当然最重要的新功能是侧旋 新增的陀螺仪允许Pencil Pro检测自身的旋转 最常见的用途是 当使用一些形状特殊的笔刷时 可以像用真实的笔那样旋转 笔刷也会跟着一起转 相当神奇 而且非常实用 举给我刚刚发现的例子 比如在支撑了iPad Pro整个生命的App Procreate里 默认有两个笔刷可以旋转 但是我发现 只要进入笔刷的设置 每一个笔刷都可以在设置里打开 或者关闭这个旋转功能 比如这个笔刷 之前它画出的是这样的3D立体字 但当我打开旋转 这样一边旋转一边画 就能非常快地画出一阵烟雾 我还发现它可以用来写书法 你看我现在可以在下笔之前 调整好笔刷的方向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反正总之就是越来越像一支真的笔了 全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打开液化 用测弦再转出一个个漩涡 很有意思 这就是电子绘画的乐趣吗 这个测弦其实并不是Pencil Pro的首创 十几年前专业画板品牌Walcom也出过一支笔 叫做Art Pen也能检测旋转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Walcom后来就没有再继续更新这支笔了 后续的笔也都不支持 所以现在这个功能竟然成为了Pencil Pro的独家了 用起来简单 跟踪精准迅速 而且立刻就有软件支持 Pencil Pro可以让你做到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和iPad Pro的combo 毫无疑问是目前最强平板组合 强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强的iPad就等于是最好的iPad吗 恐怕不是 就像是音域最宽的歌手 不一定是最受人喜欢的歌手 我们一起来盘算盘算 什么才是真需求 最广大的iPad用户 比如我专业刊剧的 我觉得除非你是那种 不行不行 我的眼睛只能用来开始一张最牛逼的屏幕 那种屏幕nerd 在座的每台iPad 我觉得都能胜任 顶级屏幕不是刚需 而对大部分Pro用户来说 包括画图在内的各种Pro Procreate Pro Logic Pro Final Cut Pro Shiper 3D Pro 其实都很难用 我这是在买生产力工具 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 花11000多元 买下iPad Pro 首先画画的 其实并不是非要用Pencil Pro 旧的Pencil其实也够用 如果从21年款同容量升级 你大概要补 7600块 那如果是升级成iPad Air呢 它也支持新的笔 我的朋友 丢失了高刷和Face ID 那不叫升级 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iPad 又想画画 那新的M2 iPad Air 和Pencil Pro的组合 确实更有性价比 只是60Hz的低刷 让笔刷稍微不那么跟手 但考虑到几乎一半的低价 我觉得这点妥协也还好 iPad Air轻薄的不是身体 而是身价 综上所述 一支好笔 但不兼容 不好意思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至于其他Pro人群 要么是更爱用电脑 要么是压根不需要升级性能 拿我自己举例 我是爱用Final Cut和Shaper 3D 虽然Final Cut终于增加了 对外界SSD的支持 但我本来在Mac上剪得更快 而Shaper 3D 我原本就没有遇到过性能瓶颈 别说M4了 我A12X都炸不干 难道这个性能升级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也不是 只不过这次获益的人群 不再是画画的 而是搞3D建模的 M4芯片的强大 即将把行业内最专业的 3D雕刻软件 ZBrush 带到iPad Pro上 10月份就能用上了 配合M4新增的 硬件光追加速和图形性能 iPad Pro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用来做3D的专业工具 根据我身边的3D模型师的反馈 这个还挺重大的 因为雕刻本来就是手工活 但是对我来说 性能强是挺好的 只是这金箍棒 还得是孙悟空才好使 我就普通一猴 是真没必要 说回iPad这个产品 我觉得它很多才多艺 很灵活 对我来说 它是睡前必备的小电视 对爱画画的人来说 它是一块很好的画板 对部分还在坚持使用 妙控键盘组合的办公人群来说 它是一台允许你把键盘 留在原地的电脑 只不过iPadOS过去几年的更新 都肉眼可见的越来越不通不扬 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差距 慢慢变成了鸿沟 真的 但凡你接显示器试一下 就能知道它有多别扭 代替电脑 这应该是很多人早就破灭的幻想 从iPad2017年推出Pro 打着著名的 你的下一台电脑 何必是电脑口号开始 到现在7年过去 iPad Pro不仅没有成为 更多人的主力电脑 反而代替了画画的工具 现在马上成代替3D建模 核心用户圈越缩越小 马上都要吃鸡了 这也是我觉得它神奇的地方 一边花着大价钱 角度刁钻地去服务极少数的专业人士 一边在疯狂试探普通用户的付费底线 我不知道iPad究竟想如何定义自己 我只能说作为一名普通的用户 我能够感受到 这个iPad Pro能带来除了大电视以外 最好的影音体验 非常性感轻薄 但随着我越是花时间去使用这个超漂亮 超先进的新硬件 我用它的感受就越接近我那服役六年的老朋友 一样的刷具看视频上网 偶尔记笔记建模画图 什么才是好的iPad 我觉得更多人想要的应该是 性能差不多 互相能兼容 价格打下来吧